哈囉 大家好 我是民霸 今天我們來開箱這個 Aftershock 它新推出了 果川到耳機 這一個啊 可以說是新品 但嚴格來說 它又不算是新品 因為其實它的結構啊 沒有什麼改變 它唯一改變的就是 它多了一根耳麥 那它的定位 這一次走的並不是運動 而是賞物 那它到底使用起來如何呢 這一個還是全新未猜的 那待會我們就一起來開箱吧 Let's go 好 這個還是全新未猜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猜 絲膠模 大家都愛看絲膠模 那台灣的代理商啊 叫做台灣的絲尾寶蘭 它在應該是在慶城街對面 多了一款耳麥 你看它的包裝上面寫 多了一個耳麥 好 這是背後的包裝 然後它上面寫著 Open Com 那可以讓你在開放空間 然後聽到外界的聲音 然後你在講話的時候 也可以用在商務上面使用 好 黑色的禮盒包裝 裡面是先是看到一個 C型包 有一點法斯文的質感 然後拉開拉鍊 你就可以看到耳機 那上面這個是 充電線 磁吸充電線 然後這是耳機的本體 它沒有S800那麼輕 戴戴看 戴上去的感覺 一樣非常舒服 跟利帶的 Aftershock一樣 都非常舒服 透過貼合的方式 然後利用鼓傳導的技術 然後把它傳達到耳膜裡面 所以你會同時透過耳朵 聽到外界的聲音 然後又會透過鼓傳導的技術 直接聽到來自於這個槍底 發出來的聲音 所以你兩邊的聲音 都會聽得很清楚 那它特別適合在戶外的時候 進行運動來使用 那它這一次 多了這個耳麥 你可以看到 它是這樣子調整到前面來 然後 耳麥在這個地方 然後它又多了降噪技術 那你可以在一邊講話的時候 聽到耳朵裡面跟對方通話的聲音 然後又可以聽到外界的聲音 所以它就很適合應用在商務的場合 比如說像我以前是在資訊公司工作 那我在做的是 有點像客服人員的工作 那我一邊要處理客戶的技術問題 又要聽到同時的一些資源啦 然後求救啦 所以在三方面的通話 都要兼顧的情況下 我就會很適合用這個耳機 那我可以應付遠端客戶的求救 那手又可以空出來 你看它這個耳麥設計 嗯...還不錯 不用的時候就把它調回去 那它這個耳麥是不是可以拆的呢 它的耳麥設計的是不能拆的 它的充電線長這樣 一頭是這樣磁吸的 耳機本體在這個地方 可以調整音量 另一邊有NFC 這個地方有NFC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支援充電 直接這樣吸附 非常緊 好 我桌上剛好也擺了前幾代的 古川島耳機 分別由幼稚組是AS600 然後650 S800 以及這一次的S-C100 第一代的古川島 S600來看啊 那它的體積比較大 配戴感會比較硬 在聽歌的時候 它的低音高音也都不太行 然後延遲也比較重 那到了S650的時候 那這一支我戴了非常久 重量也很輕 你可以比較一下這兩代 它的體積配戴很舒適 嘴型跟聲音會有一點點的對不上來 可是到AS800之後啊 它整個改變它的音腔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側邊 它的造型啊變得比較小 然後貼臉的地方啊 也做成這種五孔的造型 所以它在佩戴的時候啊 會更加的舒適 你看它這邊有做一個傾斜角 所以它在佩戴的時候 低音跟高音都會相對這個S650 會更加的舒服 那它佩戴起來也是最舒服 那再來看到最新的這一款啊 它的造型 那個大小 跟這個AS800 都有點像 它在左耳這個地方 多了一顆耳麥 所以它原本在左耳這個地方的接聽鍵 就跑到右耳來 然後你看它接聽鍵的造型 也是不太一樣 有點同心圓的這個放射狀的設計 然後音量鍵在這個地方 那充電 充電跟AS800是一樣的 都是磁吸充電 那當你進行藍牙配對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電量指示燈 那會亮紅藍燈 那這次本身也支援震動 那你有電話來的時候 除了耳朵這邊會聽到聲音之外 那整支都會做震動 然後它的耳麥在這個地方 可以全轉 全轉 然後本身很柔軟 好這副的型號叫SC S100 那待會我們就來進行這個通話降噪的測試 然後跟AS800來比較一下 它這一次在通話上面 特別獨立的這一根耳麥 那它的進步的程度在哪裡 好OK我們來測試一下吧 好我現在人在屋外 然後我現在帶著兩支耳機 然後來進行屋外的通話測試 那這支是AS800紅色的 然後黑色的這支是SC100 然後這次多的耳麥 那我們先來測試AS800 然後我先戴上這個耳機 我現在人在戶外 然後站在這個街上 然後最後有很多車 你有聽到戶外的這個 車子的聲音嗎 我有聽到車子的聲音 我有聽到風聲 然後也有聽到風聲 對 那你聽我的聲音 會覺得清楚還是 聲音比較不清楚 然後會被風吹散 聲音也聽起來比較圓 對 比較飄的感覺 對 好 那這個是AS800的 兩麥的測試 那接下來我會換另外一組 我的機卡給你 好接下來我拿出的這支 是AS800 然後把它戴上去 把耳麥 調靠近嘴巴一點 喂 喂 喂 有聽到我的聲音 有啊 好 我現在換成這個AS800 然後打電話給你 光你這個圍的聲音啊 我就覺得明顯的大聲 可能 我整個通話品質 有明顯的比較好 那你聽我背後的車聲 有聽到噪音嗎 車聲跟風聲 車聲 車聲幾乎沒有聽到耶 那風聲還是有一點點 風聲還是有一點點 那 你聽我的聲音 會覺得 你剛剛 呃 就是我講話的聲音 會聽起來跟剛剛 比起來怎麼樣 聽起來比較清楚 比較紮實 比較清楚 對 我現在用的是AS800 然後它多了一根耳麥 所以它理論上 通話的品質會比較好 那我們實際測試 也確實聽起來比較好 OK 先這樣 好 我來簡單做一下結論 那經過這幾天 我的使用下來 我發現 如果你要邊運動邊聽音樂 那我還是會推薦這個AS800 它在音樂性的效果 它的沉浸感 都會比較強 聽音樂的中音低音 各方面的表現 也都相對的比較好 但是 如果你是要聽到外界的聲音 然後邊通話 需求是以商務應用為主的話 這一支ASC100 多了這個耳麥 它的聲音結構會相對的紮實一點 無論是聽或是講 那你的聲音就會相對表現比較好 那從我自己這邊聽到的 跟對方聽到的聲音 那你聽到的結果都會是比較好的 所以一開始我就有講說 它這一次推出的新產品 又不能說是新產品 原因就是因為它這一次 它並沒有把鼓傳導的技術 把它推到另外一個層次 而是依照現有的技術 然後推出另外一個項目的應用 就是在商務通話的效果上面 再加強了 但是它在音樂的表現上面 並沒有比較好 所以 如果你還是以聽音樂的需求為主的話 那還是建議AS800 那如果你是商務應用通話居多 那就是這一次的耳機 會比較適合你 OK 以上是今天的評測報告 我是雲霸 如果對這個產品還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那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опять再見